好 我们继续上一个话题 就是有一个网友看到 我们聊天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他觉得 其实我也有点这样的觉得 就是看到有很多我们所谓的这种 在视觉上很好看的作品 他往往可能没有太深刻的含义 然后那些有很深刻含义的作品 往往就觉得不怎么好看 很深色难理解 他就问这个是不是一个矛盾 能不能有调和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他这个普遍协认 对 就是说简单来讲 好看的不深刻深刻的不好看 对吧 当然这个回答要复杂一点 首先讨论好看 好看就顺眼 对 看得舒服 看得赏心悦目 很多人都会觉得好看 但没有像杨老师这样去分析 这个好看是什么问题 这个的确是 赏心悦目 对 中国人看到范冰冰 哎呀太漂亮了 说他一出场了 我们不太看 下次能不能换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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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举例 然后就举范冰冰 举好多次了 好不许范冰冰 不许范冰冰 举范冰 这个只是个比喻啊 这个好看 我想提醒大家 嗯 眼睛只是我们五官当中的情侣 嗯 好 我们下次讨论一个器官 嗯 我们有嗅觉 嗯 有味觉 嗯 有听觉 嗯 有视觉 嗯 好看 听觉叫好听 对不对 不特 嗅觉叫好闻 对不对 舌头叫好吃 嗯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 其实所谓的好看 和这些五官呢 有一个特点 嗯 在人的一生当中 嗯 我们这些器官是在成长当中 不断被改造 嗯 然后固定化 嗯 这个每个人都跑不掉 比如说 最早被改造的是舌头 所以 第一口奶那么重要 吃了以后就 以后就吃这个了 嗯 于是就世界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体系的菜谱 菜谱和菜谱之间能够争论吗 不能争论吗 一个湖南人他的问题很简单 这不用辣椒炒了 还叫菜吗 嗯 有时候广州人说 为什么炒成有辣椒呢 杭州人说 这个调味要放糖 嗯 湖北人说 神经病放糖 广东人最重要的 广东的粥是吧 先熬一大锅粥 嗯 然后就生滚粥是吧 鱼片猪肝是吧 最好的新鲜猪肝就是 那个猪一滚好了 火一关了 猪肝放进去 出来就可以吃了 对不对 你知道武汉人怎么说 西饭就西饭 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 烦不烦啊你 真的 武汉人从来没想过 这个猪作为过底 然后下东西的 他们的概念就是西饭 嗯 是白的 到了四川 不麻还要吃 重庆火锅下红油火锅 所有外地人跑到重庆火锅 吃的同时会惊讶的问一个问题 特别是广东人 那一锅油我就不说了 我调料也是一碗油 这锅油不是太可怕了吗 所以吃低锅油就是你们开始的 如果从油的消耗量 他们好像不是低锅油 也没有什么办法 第二个呢 这个低锅油好像是不卫生 不过经过多次煮开以后 什么狗屁细菌能够活下来呢 是吧 也不能够活下来 很正常 这说明什么 是我们的舌头被改造 舌头改造 以后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造成一个不断的 不同的食物之间的争论 有结果没结果 所以 其实很多中国人到了某个年龄 他们到西方 待遇一段时间就想回国 你如果追索它的原因的话 可能很多人是因为 饮食吃不乖 对 我们刚刚来温哥华的时候 看到脑外 怎么吃饭就有一个面包 面包怎么叫饭呢 饭在哪里 我们要吃饭 他们一个面包一夹 对不对 他也有反土豆 他也有反土豆 是吧 最早被改造的是舌头 当然舌头也涉及到味觉 对不对 我就不说了 其实还有一个 我们很早被定性的耳朵 我们的听力 一到卡拉OK唱歌 只要你一唱歌 连临出来了 我跟你唱歌连临 我们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一唱邓丽君 老头是唱邓丽君 但那个时候我们就听邓丽君了 七十人单幕 不就邓丽君吗 当然了我们在广东 还多了一个香港的歌手 比如说徐冠杰 谈永林 是不是 叶倩文还晚一点的 梅艳芳 还有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对于80后的人 你们可能是谁 你们肯定不是邓丽君 是吧 我们还知道了 我们还知道了 没有讲讲中 这么年轻 关键还有一条 耳朵被固化以后很难改 我说的还是日常现象 比如说有的人 其实家里面可能很有条件 修养也很好 他们从小就听交响语 古典语 有的人就不断听古典语 凡是听古典语 听得很入眉的人 你能想象他去酒吧听摇滚 对他来讲 这个什么狗屁摇滚就是垃圾 是吧 而且你还不知道 摇滚和爵士还吵架 喜欢爵士的人说 你这个他一听就居然听摇滚 什么东西吧你 在音乐上就分成了主流跟非主流 所以喜欢听贝多芬 喜欢听莫扎特的 不要说流行摇滚和爵士 你居然喜欢听迅伯格 什么东西迅伯格 是吧 无调性音乐什么意思 德彪西没主题 那么乱搞的 耳朵其实被固化得很严重 被固化得很严重 其实眼睛也一样 我们在年轻时候看东西 看多了以后那个东西就更好 比如说我老师举例 你都批评我了 老师讲范冰冰 其实范冰冰的形象和邓里军的形象是相通的 他们是娃娃人 然后大家发现没有绝大多数中国的成年男人 他们就喜欢娃娃 然后你到外国问一问 就像我们以前到泰国去 那些很多老外到泰国晚上玩 身边总是跟着一个我们觉得又黑又丑的女人 但是你一个老外一聊 那个才精彩 就他们喜欢东南亚的女生 对 他们喜欢那个 就他们说喜欢 我们这是娃娃 所以我记得九十三代 美国导演过来 开始跟中国导演今天合作的时候 就在女演员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 因为美国的一些导演表达一个强烈的愿望 你们中国导演太奇怪 就喜欢娃娃 你没性格 我们要性格 要有门阔 对不对 而我老是举 你批评我是对的 范冰冰 什么邓丽君 他们就没性格 娃娃脸的意思就是巴比娃娃 巴比娃就没性格 是不是 但你习惯了以后 你就老看了 就在好看 如果你不参透这一点的话 我们不仅不能谈菜谱 我们不能谈音乐 我们也不能谈视频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所有艺术上 你要求得长进 或者是自己能够扩展的话 都意味着挑战 比如说你要挑战舌头 湖南人就不能老是骂 你就吃一次杭州的西湖处鱼 怎么样 那个酸甜酸甜的 你吃得下去就知道 什么叫杭州菜的美妙了 是吧 不行跑到南京市咸血鸭 也可以 我们广东的鸭子太低贱 吃鸭子 它是发的 广东我们这是烧鹅咯 是吧 那烧鹅好吃的 还是北京烤鸭好吃的 广东人内心深度觉得 还是烧鹅好吃是吧 跑到国外来 你要吃西餐 你不喜欢奶酪的吃什么西餐 对不对 地中海风味 你不吃地中海的那个蓝 是吧 对橄榄 对橄榄 类似的地方 所有的味道都挑战 而我看到身边很多人 他们的舌头被固定以后 他们根本碰都不能碰 他们的反应很简单 就什么好吃 太奇怪了 当然 萝卜鞋台各有所爱 所以我们不会讨论吃 耳朵也是 我的一个朋友是个教授 他的夫人 两个人的耳朵就有欣赏他的差别 对不对 但是那个教授也很有民主精神 这个Liu里的爱好 我有爱好没问题 我拼命想笑 她说她 她的夫人每次一听 她不喜欢的流行音乐的时候 她就拿个耳朵塞住 拿个棉花的呆住 你听你的没问题 那我要塞住 我有塞住 我有塞住自由 我不听 她一听就一定要听那个交响音乐 但是当夫人不想听家庭音乐怎么办呢 我就耳机听耳塞听了 这是一个家庭民主的例子 其实跟看电视一样的 男的看体育节目 足球 女的就喜欢看《非诚勿扰》 还看不厌 是吧 或者看电视连续剧 因为我们知道 电视连续剧就是家庭妇女的鸦片 是吧 这个文化研究的节目不是我的节目 有文化研究 专门研究过肥皂剧对于家庭妇女的影响 然后家庭妇女再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 他们的锅胎 和他们的日常对老公的照顾影响老公 这个区画是这样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如果你想扩展你的视觉知识 你就要挑战自己的好看 好看是一个成见 那你就要看不好看的 你认为不好看的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一个奇妙的事情 其实器官被改造好以后 也不会是完全一层不变的 当你愿意放开的时候 你还是会被改变 比如说一个习惯了伦伯朗的古典油画的人 他当然不喜欢梵高 乱七八糟嘛 疯着画画嘛 对不对 但今天我们看梵高看久了 我们觉得梵高画太好了 颜色太漂亮了 喜欢梵高的丰富的色彩 他就不喜欢那些灰不拉低的这种色调 至少认为梵高是伟大艺术家的人 他怎么可能喜欢春上龙 他觉得太浅薄了 但是有一天你会欣赏到春上龙 所以其实欣赏它应该是个开放感 它不是个好看感 那么为了丰富我们的生活 你要放开你的欣赏 那么你接受一些挑战 至少会使你年轻嘛 至少会使你有多样性的可能嘛 是吧 这个没问题了嘛 你把它放开一下 而且呢 所有艺术 之所以能够流行或者成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它就有它的道理 那么有时候我们是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单纯的 单向度的简单的现场放在一边去 我们就姑且把你所不熟悉的艺术作为一种现象 作为一种存在 作为一种知识 你了解一下 比如行为艺术我想大家都不会喜欢 对不对 但你不妨了解一下 对 慢慢了解一下以后 了解这些艺术家的动机和它的某种效果 你就会出现 我在前面讲过的感动 你就会慢慢出现那种感同身受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艺术也不是只有欣赏这么一个方式 我在这个作品来看到这个艺术家的伟大技巧 虚虚如生的描绘 而是感到它通过这种方式启示的一种 我曾经忽略的或者不太明白的人性的道理 这也是说话 对对对对 有了这种说话以后 那么至少你的生活会变丰富 那么我想使我们的生活变丰富 应该是一个可以赞成的目标吧 当然有的人会反驳雅老师 我如果目标就是要单调 那也没办法 我们不能阻止你单调 那么你就单调吧 但是你不能把你的单调变成专政 强迫我单调 我是希望大家放开 接受某种挑战 使我们更加认识丰富的艺术 和通过丰富的艺术 认识意义精彩的事情 在你的目标 的话 好